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今天咱们来继续神偷宝珀二代的 依然是我们的秘密任务 秘密任务自然跟随老一哥 来到了最后一张 这一张整体是围绕了闹鬼事件 本关在基础上增加了许多有序关卡 这一关是把这些狗从这里边救出来 这个狗可以看到都是幼年期的小狗 如果是成年的狗的话 肯定会主动攻击鲍珀的 因为神头鲍珀的狗类有两种 一种是成年的恶犬 还有一种是成年比较温顺的这个犬种 那么这个恶犬看着鲍珀肯定是会过来咬 那么一咬跟被抓是一个道理 在这稍等一下 这一关整体还并不是很好办的 因为这个宝安它会一直在这个房间内巡逻 这里边一共有两头狗 那怎么把这个狗还有钥匙都带出去呢 如果咱们正常带的话 是需要把它给它引到最外面的门 这两个门都不能关 还有一个方法是把这个宝安引到右边这个装轨的屋子里面 这个幽灵就可以把宝安干掉 但其实它是进不去的 因为这个门口你看到有一个机器 一旦这个门开了这个幽灵就会被干掉 那如果让它进去的话 那势必这个幽灵也会跑出来啊 并不是很好弄 这里的话咱们被它发现了 诶没有被发现吗 啊他竟然被这个门给卡住了 挽出了一下 我还以为我们被这个人发现了 那也是千钧一发之地 我们跑了出来啊 你看这个狗就不会跟咱们走 因为这个小狗并不会破门而入啊 因为好像狗都不会撞门 一旦门关上了 他们就会失去对同伴的这个爱心啊 说的这个鲍博是他们的同类一样啊 好跟我走吧 那今天就当一次你们同类 上面这个门 诶不妙啊 诶这个幽灵把狗给吃了 我去这个家伙真是的 竟然把狗吃掉了 那上面不好办 上面这个地方 这个人看到了门开 但没关系啊 下边幽灵已经被除掉了 但人的话 踩在这个幽灵机上是没用的啊 是不会被吸收掉的 这点放心 那神的万博系列呢 我个人依然给出的是五星加评价 因为这个游戏在后期 还是非常好玩的 我们可以利用不同道具 以及不同的服装效果 来组合出全新的玩法 甚至可以去整蛊这些人 那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个幽灵 把狗都吃掉啊 那以后有机会 我们可以尝试一下用幽灵 来把狗全吃掉的这么一个环节 那狗被吃掉的话 是7-8 没问题啊 狗被消除以后 我们还是可以正常的完成任务的 好的 本关也是成功过关 那秘密任务 并不是每一关都有 可以根据游戏地图的指援 这个 粉红色的这个图标 就是秘密任务 那这一关 该随老一个来到这关 好像是什么关卡 足球关吗 好像不是 那应该是倒走关的 这一关是倒走关 如果没记错的话 上来直接走 按开机器 在墙边稍微猫一下 因为这个家伙是不会把门打开的 需要下方有人踩住这个开关 才可以把门打开 趁此机会赶紧走啊 千万不要逗留 这个位置不得好 咱们要重新刷一下这两个地方 再跟他下来一趟 那他们两个是都向右看的 所以还是比较安全的 上来之后 你们要记住啊 咱们的是背朝向 那么正常的方向就应该改了 不应该是用脸来朝着这个幽灵了 咱们需要用背来看他呀 如果是正脸看的话 他会把咱们吃掉的话 那背朝他才是硬道理 那往常正常关卡 咱们是不能背朝的 是需要正脸朝 背朝的话 他就会过来把咱们吃掉 那因为是倒置关 所有的这个操作都是反的 那也是给这一关增加了一定难度 所以说需要一定的操作 最后的话 咱们一步创出去 千万不要逗留 好的本期游戏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看我的视频 请订阅手游可玩 我们下期再见